楊宏風林木 哈囉大家好我是楊宏風林木 今天要帶你們去看楊宏風林木 在中南部還蠻普遍的 就是一顆一顆一顆 粉紅色的花球 蠻可愛又好看 我特別挑了交通比較方便的地點 分別是台中的三甲公園 另一個就是彰化的社頭倫雅國小 都在火車站附近而已 跟著我的腳步走囉 首先我們來到台中的太原車站 從這裡走到三甲公園 大概就十幾分鐘 但是我們不要那麼累 我們住一台U-Bike騎過去比較快 U-Bike租借站在哪裡呢 當你出口走出來之後 往前走我們要先過馬路 你就可以看到U-Bike的指示牌了 我已經租好單車了 接下來要怎麼走呢 我以車站為相對位置 這樣大家比較好辨認方向 當你從車站走出來之後 往右轉 這一條太原路 直走就可以了 你大概騎個一分鐘 就會經過前面這一座橋 我們先騎過去 騎過來之後 你會遇到一個岔路 這是太原路和和西東路的交叉口 我們要往左邊走 騎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三甲公園了 這裡就是三甲公園 從火車站騎過來大概就五分鐘的路程而已 公園這裡也有一個U-Bike租借站 那你還好車之後 馬上就可以看到 楊紅蜂蜜幕了 有沒有看到前面那個就是楊紅蜂蜜幕 我們現在就過去看吧 我背後就是楊紅蜂蜜幕了 如果你要開車來的話 就導航台中市北屯區三甲公園 這附近還蠻多公共停車格 還有白線 現在我們就進去散花囉 我在想應該蠻多人跟我一樣 沒有近距離看過楊紅蜂蜜幕 去年我是到嘉義去看黃花蜂蜜幕 應該是一樣吧 顏色不同罷了 有些的花色比較粉紅 有些的花色就比較紅 都蠻漂亮的 有些是小韜蜜蜜蜜 一千多 sampaiем 三甲公園的楊紅蜂蜜幕 是集中在這座橋上 結束之後我們到下一個點 就是彰化攝頭的倫雅國小囉 現在我已經來到攝頭車站 我以為越往南走氣溫會回升一點 沒想到還是這麼冷 倫雅國小就在這附近而已 走過去大概十幾分鐘吧 跟著我走囉 出站之後我們就往前走 到了前面有個大十字路口 我們再往右轉 走過來當你看到中山路一段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往右轉囉 我們就持續往前走 直到你看到楊紅楓林木為止 我們差不多到了 對面是攝頭公園 在前面就是倫雅國小 我們要先過馬路 因為楊紅楓林木在對面 接下來我們就沿著攝頭公園走就可以了 我已經到倫雅國小了 沿著國小的圍牆啊 外面這一排全都是楊紅楓林木 那有些已經釣得差不多了 那有些還開得很茂盛 我們就仔細來看一下哦 我從車上走過來大概就十幾分鐘的路程 那這裡有一點要注意哦 如果你是平日來賞花的話 倫雅國小有學生在上課 就盡量降低你的音量 欸 拍照就好囉 中山路這一側算是倫雅國小的後門 這一排有一些花很低 你可以近距離觀賞它哦 如果你是開車來的話 請導航彰化攝頭倫雅國小 有一點要注意哦 這裡是後門 你不要到前門去 你是看不到楊紅楓林木的 還有後門這裡很好停車 不用擔心沒有車位哦 楊紅楓林木的花期並沒有很長 它可以維持的時間並沒有很久 所以想要賞花的朋友呢 趕快過來 你拖越久花就掉越多哦 好 這個兩個景點呢 就分享給你們知道 就算沒有車 你也可以很輕鬆看到楊紅楓林木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晚安 可以 我要不要到處 zwischen